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5月13日星期六 去彭县龙兴寺转转 彭县现在已经改名为彭州市了 前面有一期视频讲述了 刘文辉 邓熙侯在彭县起义的事 他们起义的地点就在彭县的龙兴寺 这次来彭县的目的就是为了看看 龙兴寺到底怎么样 彭县很快就到了 龙兴寺很好找 高耸入云的设立塔就是最好的地标 为了叙事的方便 我们就先从刘文辉 邓熙侯起事的藏经楼开始 1949年12月9号 刘文辉 邓熙侯在这个藏经楼的二楼 通电全国起义的 这个日期是上面选定的 也为云南的卢汉也同时宣布起义 选定龙兴寺作为起义地点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当年龙兴寺的主持叫能海法师 与邓熙侯和潘文华也是老朋友了 同时能海法师还是刘湘的同班同学 二是邓熙侯的一个师就铸扎在这里 起义当然很成功了 除了蒋介石不高兴以外 其他各方都很高兴 刘伯承 邓熙侯 刘文辉亲切作谈 刘文辉在离开龙兴寺时 还对寺院的和尚们说起义很成功 龙兴寺立了大功 龙兴寺会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发展的 可是到1966年龙兴寺几乎荡然无存 除了保留了眼前的藏经楼 其他部分都成了彭县意中的孝址 完全恢复要到1997年了 以前的藏经楼的照片显示 楼前有刘邓潘起义就职贬额 现在没有了 只在边上有个小牌子 好了 关于往事的回忆就到这里了 我们还是会到视频的开头吧 七佛圣经 是指龙兴寺曾经有过七位得道高僧 在佛教里 佛的地位最高 菩萨次之 罗汉再次之 我们来从高处看看龙兴寺 龙兴寺最初鉴于和年没有确切的说法 有说是唐代 或更早 据说 设立塔里藏有释迦牟尼真身设立 当年释迦牟尼的设立被分成了8.4万份 龙兴寺得到一份 信不信有你 龙兴寺就建了这个塔来保存 塔多次被毁 多次重建 1949年以前的塔是这个样子的 看上去像个双塔 其实不是 是因为年久失修 塔从中间分开了 被称之为破塔 1994年决定重建 1997年建成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样子 这是一个印度风格的塔 设计单位是四川省建筑设计院 在设计时他们还到印度的加尔各达考察过 塔有17层 佛塔都是单树 佛教有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的说法 浮屠就是塔 这17级的浮屠就更了不起了 塔高81米 四角有四个小塔 高27米 塔中布满佛堪 每个佛堪都有一个佛像 共有1080个佛像 主持重建的是当时昭爵寺的主持清定法师 前面提到过的能海法师 在文革中老改式圆寂 享年88岁 七十八官 八十八九 一千五 优优独播剧场——金耻 龙兴寺有很多转经筒 看上去有点像藏传佛教 其实不是 龙兴寺不属于藏传佛教 好了 关于龙兴寺的基本情况 就介绍这么多 肯定是不全面的 有兴趣的 可以自己上网查一下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马仕图先生所书龙青设立宝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雄宝殿 赵浦出先生所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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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